今天我们有方向了 因为导师又来了 现在我们的亮色 你看最亮的色 您带来 越来越色彩幻发 来了以后 我得跟您说一个事 我曾经多次说过 我们这个枪枪三人行节目 因为种种原因 是著名的马后炮节目 所以说 今天我决定谈一谈 马尔克和佩宁孤独的问题 主要是 是等着您来 那个时候他死的时候 我还没死 您还健在 今天您 您也还健在 这什么话 终于等到您 因为我觉得是在咱们现有的嘉宾里边 上次是徐子东老师 评论了一通 但我一直想 王蒙老师应该给我们说说 马尔克斯 因为现在对他 对中国作家的影响 这我听到的可太多了 不行 我得透露 就刚才咱们在化妆间的时候 我已经听到梁文道老师 就讲文道兄 就说马尔克斯 他和古巴的领导人 卡斯特罗 费德尔卡斯特罗 关系特别好 好像中国有一些知识分子 对这个有些说法 好像文道兄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我想咱们先 很狡猾 老坚句话 你先来 因为我见到有些挺要好的朋友 他们甚至拒绝去看马尔克斯 为什么 他说搞不懂 这么伟大的作家 怎么会跟一个他们心目中的独裁者搞在一起 什么叫独裁 像卡斯特罗执政几十年 然后被认为是个独裁者 那么就批评他 说你一个伟大的作家 作家应该是鼓吹创造 创造需要心灵的解放人自由 怎么能跟个独裁者搞一块呢 我觉得很多这种批评啊 就反映出中国今天的这个知识结构的问题 就是他们太 我们太容易把世界就分成两极化了 就一左一右 然后你凡是支持左的 那都是反自由反民主 那么你凡是反美 甚至连反美都叫做不自由不民主了 但是其实呢 你回到五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的拉丁美洲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有良心的知识分子 绝大部分你都不可能不左 你包括后来跟马尔克斯翻脸的 另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就秘书的略萨 他那个时候一开始也是左派 为什么你想看那时候拉丁美洲 是个简直就是真的是美国后院 你拉美这么多国家 自己选出来的一个总统 人民老百姓选的 那是民主啊 选了一个总统 好这个总统是个左派 说这些美国大企业撤出 我们很多东西要国有化 老百姓是投票支持的 然后呢 美国就用他中情局 跟他在巴拿马运河基地里面训练出来的人呢 去颠覆人家 然后颠覆人家 扶植一个新的军头 那个军头才真的是独裁者 你想想看智利 阿根廷多少年来出过多少独裁者 这些独裁者真的是杀异见分子 镇压报纸 封杀言论 这些都是美国在支持的 所以你活在那个时候 他对他们来讲 古巴代表什么 对马尔克斯这种来讲 古巴就代表我们有一个 我们整个拉美 有这么一个国家 这么一个小岛国 就敢跟美国干 就就对他们来讲 那心里面多大的一个一个灯塔 所以你想想看那时候 除了卡斯特罗 那当然另外一个切克瓦拉 是不是 那对他们来说是永远的英雄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必须要搞清楚 所谓独裁者是什么意思 你说卡斯特罗独裁 某个意义上可以说是 但是问题是卡斯特罗很有意思 卡斯特罗从来不搞个人崇拜 对 对吧 对 对你在古巴是看不到他街头的雕像 画像 但卡斯特罗很很很妙的是吧 他准许百姓 你们崇拜切格瓦拉可以 满街都切格瓦拉 但是他自己的像 他是不许人弄的 他不许搞个人崇拜 这很有意思 他给他自己的军衔 一直是是是什么 就是他原来是什么 就还是上校 上上上位 是不是那个卡扎菲也是一直是上校 卡扎菲是上校 是吧 这是特产第三世界特别多这种的上校 我想起一个什么事来啊 就是1986年2月非常冷 我上纽约参加国际笔会的第48届年会 那年会上呢 美国那个国际笔会的组织者吧 在开幕式上呢 还邀请了官方人士 其实一般美国老家不喜欢这么高 但是他喜欢这么高 当时的国务卿是舒尔兹 就是舒尔兹啊 给大家讲话 大家排队进场 要经过安检 我上美国 我学美国人 我穿一条单裤 把我冻的呀 结果在那个会上 舒尔兹讲着话 美国作家就闹起来了 怎么了 就是那个 为什么呢 美国不准许 马尔克斯 加西亚马尔克斯入境 而且美国是长期不准他入境 其中有一个 我在爱河华 就跟他关系挺好的 有一个女作家 一个俄罗斯的女作家 她叫什么 我一待会儿想起来 再说个子不高 她就脱下靴子来 邦邦邦就敲这桌子 原来不是 毛泽东主席 他们批评赫鲁晓夫不成体统 说她脱了靴子 怎么敲桌子 我总算亲眼看见一回 这是俄罗斯传统 她是俄罗斯女性 但是美国国籍 她是世世代代 但是她叮当的敲 就说这个 就说这个 美国的官方的政策 居然对这个 这个马尔克斯 他已经是 当时诺贝尔奖得主了 不准入境 所以看见她的反美 咱们这个国家的有些人不懂得 在有很多地方 敢反美 恰恰那是最讲民主 最讲自由的人 他才敢反美 而且最时髦 最时髦 对 是吧 反美 但是马尔克斯本人 是一个在政治上 特别热烈的人 这咱不知道 是的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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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其实拉美作家 除了老一辈 像波尔赫斯 叫阿根廷 波尔赫斯 他是远离政治的 对 但他远离政治 因此还被人骂的 在阿根廷 那时候还说 还说你怎么对政治不表态 但是到了马尔克斯 就魔幻的那一代 在政治上都是有立场的 而且主要是着情的 也主要都是反美的 那么你比如说 像什么加莱雅诺 那批都是 因为对他们来讲 像马尔克斯 他其实一辈子都有政治立场 你想想看他最初是个记者 他写小说前是个记者 他写 他在出百年孤独之前 他有一些很有名的书 有一些很有名的作品 其实一开始是报道文学 而那些报道文学 还连累到他当时所在的报纸 被关门 因为他写的那些文章 就在批评 他们的政府 隐瞒很多事情 而那个时候 他们的政府 哥伦比亚的政府 原来是亲美的 那么所以 所以你想想看 就对他们来讲 为什么一个亲美的政府 恰恰会封杀报纸 是禁止言论 自由等等 他们的理解是这样 是是是 你这一说 我就突发奇想 是吧 那你要说 莫言是个反美的 是 它是个什么效果呢 这莫言这个就更逗了 莫言这个得了奖啊 对他的作品 大家有议论 也有祝贺的 也有说是感到不能够认同的 这都很正常 问题是有一批人呢 对莫言呢 要进行政治分析 对 就是说他还告不上一个不同政见者 因此对这个呢 愤愤不平 以至于那个 这个什么 那个那个 吕德的那个大陆出去 有一个写作人 他叫什么 廖一五 廖一五 是 廖一五呢 据说 我这听莫言本人说的 廖一五还跟他一个朋友吧 到了这个 斯德戈尔摩 在外头抗议 给莫言搅局 是 他那个朋友呢 还搞了一个裸体游行 在零下 男的 您想哪 他是零下四十度左右 搞一个裸体游行 我说这个也 这没有决心 我说这个不是决心的 问题是您 至于不至于 我也不懂了 你为什么要 你说对马尔科斯这样 人家小说写的好 这对在全世界有那么大的影响 这不他就是个作家吗 那 那为什么非得要对马尔科斯 对莫言都进行政治鉴定 认为他们或者右的还不够 或者左的还不够 或者左的不够 当然 让另一部分人来 来给他们鉴定的 肯定认为他们左的不够 所以我现在发现 有些人希望有的名作家呀 你是一杆枪 对 哎呦 哎呦 您这话可真是说到 对 咱们心眼里 希望您帮我们打一打 我们想打的 对吧 但是枪打出头鸟 咱们得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好 刚才我们调整了一下这核心 现在我们看看这个马尔科斯的这个这个音容笑貌 这 你瞧 这看着像一墨西哥大叔是吧 像是吧 你再看这边 年轻的时候 挺棒 挺棒 哎 那王老师 您既然就说到啊 咱们别贴政治标签啊 就是从这个作家方面啊 也很敏感 这个说马尔科斯当年刚进来的时候 对中国作家呀 到底是个 你看这个那个朱大可 说话很过分了 是吧 那感觉这是一代中国作家 你们这一代人呢 都是跟马尔科斯学的 对吧 哎 我的起码我发现您美学好像是不是这个不是这一代 不是 这个马尔科斯啊 我觉得他给中国的作家确实给了很大的启发 他的启发是什么呢 就是落后正是文学的最好的资源 因为就中国人从这个五四前后啊 痛苦的不得了就是中国太落后了 这太落后了 您造枪炮也不行 您搞出口贸易也不行 是吧 您您想过美好的生活 全世界旅游也不行 但是对于文学来说 你有点落后的这一面 也不怎么会是文学这么爱落后 你神神鬼鬼 奇奇怪怪 不可思议 匪夷所思 都成了文学的资源了 所以您在莫言先生的小说里头 韩少公的马桥词典里头 王安逸的小包装里头 于华的什么 也反正很多这些里头 就是把这个中国的事啊 把它弄得怪蛋化一点 怪蛋化一点 你看着挺热闹 你管他真的假的 他看着挺热闹 他也出出气 对这个 对这个 这个一些 就是目前我们还不够现代 不够科学 也不够时尚的这些地方 咱们出出气 我觉得有这个 他这个是一大启发 你说啊 这个马尔克斯 他是真的 这么一个神神鬼鬼的大脑 还是编的 因为这个就是这种想象力的翅膀啊 我们过去没见过 说一个人突然长了翅膀 哗啦哗啦 就飞了 或者说是什么一个晾床单的 怎么就飞了 就是他的这种 这种写法 就是像天马行空 是 这种甚至你可以说 就不符合正常的逻辑 但是你说这是一种写作手法 还是他的脑子就是这样的脑子 不是 我是这么设想 因为我也没去过 那个真正的南就是南部美洲 拉丁美洲 我这个墨西哥算去过好几回 可是南边我没去过 我是觉得呢 一个是这个马尔克斯 他绝对是一个想象力的一个富游者 就像墨延一样 墨延也是比较敢论 敢想象 我告诉你 敢想象并不容易 好多人呢 他嘴里的说半天 他一写东西 他没有一点这个什么东西 他根本他写不出想象的东西来 是 再一个呢 就是他那个地方正是因为他闭塞 因为他和这个不受这个现代的这个科学主义 实证主义 是吧 这个逻辑思维 理性思维 他受这些东西影响比较小 所以那个老百姓 他各种稀奇古怪的念头 想法 说法我估计也比较多 您说是不是有这可能 因为马尔克斯自己说过 他说那些故事 他就是觉得他就是 他常说他受他祖母影响很大 他祖母小时候 就等于你想看一个家乡里头 一个老奶奶给孩子说故事 说什么故事呢 也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他那些故事不是说都是听来的 而是说他觉得 在他小时候 他老人家身上 他仿佛觉得那些老人真的相信这个世界 是有这么一些东西在运作的 世界是可以这么运转的 是一个人死了 那个人死了之后 因为他太想家了 所以他的血啊 在千里之外会一直流流流流流流 经过穿过门缝回家给他奶奶看 哎呦 您记得这代的奶奶看 哎呀 孙子回来了 死了他 像这种想象 对马尔克斯来讲 这是一个 呃 这是他他会觉得他小时候 他听来的那个世界 似乎真的是这么一个世界 你说这让我想起啊 在这个我过去有一位女性朋友 家乡啊 是一个农村 在这个海陆丰那一带 嗯 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很有意思啊 就是他这个他这个家族的母亲 总是去这个村里啊 有一个相当于我们说巫婆神汉的这么一个神 嗯 这神呢 他要是死了有个接班的 他就好像他就照管着全村人的这个灵魂 嗯 然后呢 别的村的事啊 他也不知道 嗯 这个呃 这家家族的妈妈呢 没事就到这个神这儿啊 就问自己在他乡的这个孩子 在外乡的孩子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 哎 也很奇怪 经常这个大神啊 他就能说准 他就是妈妈说孩子住院了 病了 妈妈打电话 果真在广州住院了 就是经常全村人的这个这个 等于说这种这种灵魂都在他这儿寻求的一个照管 但是他也就管这个村 多少年来 这是土地吗 哎 这一类的事在中国的神鬼故事里头 对 聊斋志异里头 也不是没有 当然有 对马尔科斯这个 我还有一个想法 我也借着机会坦白一下 这个马尔科斯的书啊 我看 我也很有兴趣 但是我不感动 可能这我是一种比较老的思想 是受那个现实主义啊 浪漫主义啊 就是受什么托尔斯泰巴尔扎克 雨果 这一批人的影响 他这个说让我看到 看到我这个 这个这个 神魂颠倒 让心情这一会儿的上 一会儿的下 一会儿的急眼泪 一会儿的叹息 没有 所以马尔科 教授不了你的感情 对了 他 他打动不了我的心 我只能说 哎呦 这写的真 奇幻 真神 这个句话写的挺好 但是你想让他 你想让我为他撒泪 我撒不出来 而且呢 我这对不起啊 我这咱们都是坦白 坦白聪宽 当然 就是这个 这个什么呀 这个百年孤独啊 我前后我看了四遍 都没看完 因为我看到他快结束的 比如五分之一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已经啊 抓住他那构思的规律了 我就底下 反正差不多还是这样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情意 可能是我受那个 就那个年代的更多 那就是说 可是现在的年轻人不 年轻人呢 就是随莫言这一辈吧 我是听过他们说 他说他们提起马尔克斯来呀 就是那种感动 崇敬 从他这受他的启发 简直就是 醍醐灌顶 醍醐灌顶 是这个 还应该还有更好的词 震龙发跪 我想其实在中国呢 对于马尔克斯的接收呢 也是出了一点偏差 因为百年孤独的影响太大 对 结果盖住了他的一切 但其实马尔克斯不是总是那么魔幻 而大部分时候 其实因为我读他的东西算读的不少 他其实不是那么魔幻 嗯 他很多小说其实很很实在的写的 嗯 他真正厉害的地方 我觉得反而是他的一种语气 他他写文字 其实他受谁影响 你知道吗 说起来 影响马尔克斯的 其实是福克纳海明威 他特别崇拜海明威 他他年轻的时候 曾经在巴黎那时候见过海明威 海明威不是战后也回过巴黎一阵子吗 他隔远的 在一街上看到海明威在对面 高声大喊 很兴奋的年轻小伙子就喊 就喊他大师大师 没错没错 因为西班牙我就喊 那那个 结果海明威看到回头就很酷 海明威 哎 amigo my friend 你好好婆兄弟们 然后就走了 他一直很记得这事 那他学到海明威的什么呢 这海明威有一个有趣的地方 我们表面上看 觉得他这两人差太远了 但其实你想想看有相通的 海明威的句子是特别精 特别短 而且呢 特别肯定的 对 就海明威是斩钉截铁的 对 他说是就是 几乎像圣经那样 上帝说有光就有光了 而 你看马尔克斯呢 其实也有这个 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那种魔幻啊 为什么跟一个一般你听那种 比如说我们看三海经感觉不一样 或者看很多东西 后来人家说民间传说不一样 就在于马尔克斯是用了海明威式的一种语调 他的句子可以很华丽啊 想象力很丰富 但他那个语气 其实很海明威 他的语气是很肯定的 这个事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 这个人飞上天了 你不要怀疑 这人就飞上天了 他他他他他没有 他就真的让你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那么到了后来 你看他不那么魔幻的时候 他的语气句子其实还是这样 所以你说这个我就挺有感触 就是我们这个文化艺术啊 老最爱 大家最爱说的就是谁学谁啊 谁学谁 但是实际上你看啊 人的这个某种这个这个这个心灵啊 深处啊 是相通的 对对你讲的好 所有的话 所有的文学 都是都我们好像是一个一个意识的共同体 刚才文道兄说那个也好 说谁特别心意谁 甚至是跟他学习 并不等于说他写出来就跟他很相像 那是那是比较低等的学习 马上模仿 因为咱们咱们这个大陆也有这种情形 特别心意沈从文的 写出来像小小沈从文 这样的我也可以说出几个人的名字 但是也有虽然对他非常的赞美 非常喜欢看 他自个写出来 他把他他自己的个性非常强 他甭管把谁的东西吸收进来 到他这就变成了他那字 真的 那是会学的人 对 甚至让你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中国古代好多画家呀 他写画都是说我是访黄公旺的 对啊 或者访一赞的 接下来为您播出 文明喜事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